看前面看顧帕 纯洁期间防疫不松懈 民众大排长龙 强打疫苗 目前第一剂覆盖率达到81.83% 第二剂也有7成4 追加剂则有23.57% 若三月初第三剂可以达到五成 那么距离微解封就不远了 我知道对一些相关的旅游的业者 确实压力很大 但是以总体这而言 我们大概先会放的 应该是从经济 从商务的必要性去做考虑 今晚2月28号以后 有望松绑边境 但旅游业者恐怕要失望了 因为首批开放对象 只锁定商务客 这次维持二级警戒 我们就直接拉到2月28日 经过元宵节之后 我们继续观察到月底 本土疫情趋患 但防疫警决心依旧不能松懈 指挥中心宣布 2月8日到2月28日 全台维持二级警戒 除了既有规范外 包括春节检疫三种方案 以及政治人物禁止跑摊 统统跟着延长 在这期间 需要职务 还是得加把劲 把疫苗打好打满 最近感染了Omicron 它的致死率是8.6%左右 但是如果接种三剂 它的致死率是变成1%左右 但不少长辈担心副作用 抗拒接种疫苗 导致75岁以上长者 第一剂第二剂接种率 只有7成5以及6成8 中央也想出对策 以奖金作为诱因 只要居家服务单位 陪同长者施打疫苗 就能领取200元津贴 预估至少24万人受惠 去年底11月18 这个已经打完第二剂的 而且满18岁的民众 到这个预约平台来 这个做预约 除了寄出奖励措施外 第22期疫苗预约即将开跑 符合资格的民众 2月9日到2月11日 记得登记 14号到20号就会开放施打 接下来三个礼拜 维持二级警戒 遵循台湾模式的防疫之道 势必得先接种疫苗 把保护力提升到最高层级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